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警覺兄對兩位的這個理財 有什麼建議嗎 因為剛剛陸行大哥 也或公益姐其實在講這理財 聽起來就是 相處人家可能是比較積極的 好 來 警覺兄麻煩 OK好 因為剛剛聽陸行大哥跟 光益姐在講 他們的一些配置的部分 可能有房子 有一些現金 一些股票 有一些ETF 甚至有一些投資別人創業的 那其實投資的目的 都是希望有資本力的 所以通常一般我們會建議 客戶是在做投資的時候 要先弄懂我的目的是什麼 剛剛陸行大哥講得很好 是投資的錢 不要影響你的生活 投資的錢只要會影響你的生活 就影響你的判斷 這很重要 那投資我們有進攻跟防守 所以第一 最重要是 你的財務的這個防火牆 一定要先做起來 就是說萬一我的投資都賠掉了 我的生活不會有問題 那我就能放長久 因為投資時間 只要無限這個拉長 投資風險其實趨勤於零 當然就是時間的問題 好 所以像這種 所謂的這種一般的配置的部分 我們都會建議客戶失收 例如說你先做一些比較被動的 但是防守這種被動型收入的創造 例如說像市面上 這種商品其實非常非常多 但是不要去碰自己不懂的東西 那理財我們是找容易成功的 不是找報酬率最高的 那個報酬率太高 通常一般半期的風險也都會很高 對 了解 那文婉有一個千金 對 不過千金有可能以後也要結婚 然後這個搞不好搬到國外去 也不一定 對 那你有沒有規劃你的老後生活 其實我在最近我有一個機緣 我就跟他講說 剛剛提到以防養老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透過挖挖挖 其實還有一些專家的建議 我覺得真的會找到生命的出口 因為以前我不會想這些問題 那總會覺得說我走的時候 應該要留一點 現在要想了 因為年紀了 對 然後說留給女兒 可是我都沒有想到說 你可能像我們的工作 就剛剛講的不穩定 那你說被動收入 我們也不寫書 那是不是應該做一些規劃 對不對 今天我們寫書要有才華 對啊 可能我們這麼忙碌 然後也沒有這個腦袋 大家可以靜下來好好地寫一些東西 然後我前陣子我就想到說 對啊 我們都講以防養老 我覺得很好 就是我 反正我現在不管怎麼樣 至少有個房子遮風避雨的地方 那將來我年紀大了 我就用那個東西來照顧我自己 我也沒有想說要靠我女兒 可是很妙 我覺得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這個就讓我覺得 我要慢慢地來開導你才可以 這個可能 就我女兒的反應 怎麼 什麼反應 就是說 我有一天我就跟他講說 我有個規劃就是說 你把自己照顧好 那我也不會麻煩你 然後當然正大跟我說不行 你要這樣讓小孩子有 我的觀念就是 我把你養大 我也希望你要照顧我的老婆 要反饋嘛 這是我告訴小孩的 我們絕對不能跟他講說沒關係 老婆要你照顧沒關係 你看我就是三百多元 我就說不用 可是我 沒有啦 你是因為有能力 我以為說 存有多 沒有啦 我說我的價位是怎麼樣 他就突然間說 為什麼好好的房子 你要去貸款呢 我說沒有啊 因為其實以防腰老 就是你每個月他會給你 就是你的錢比方五萬五萬 或者什麼什麼 那我說我用到我走的時候 有剩餘的那就是你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是我要養我自己的 我累了工作了一輩子 那是我該花的 然後他的反應是 你為什麼要沒事要去銀行 用這個房子去拿錢出來呢 有必要嗎 因為我後來我就想說 天啊 這是我的 我賺的 為什麼你一直要 你還怕 沒有 我聽起來就 長輩的聽起來的感覺 就覺得說 你還覺得你想 你想拿青的 你還不想拿 拿有那個 拿剩的耶 你還了解 然後呢 當然 我覺得這個 我可能我平常給他的教育 可能有點關係 因為我跟大家的觀念一樣 跟光麗的觀念一樣 你如果沒有能力 你就不要去貸款買車子 然後或者貸款陳述 比方說頭期款一兩成 你去買了一個很大的房子 然後背得很辛苦 不要用 財務槓桿用得太大 就是對 你要斟酌 你自己的能力才去做 然後可能他會 他可能會覺得說 那個是他的安全感的所在 因為他都跟著我 他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我想 我這是往好處想 可是後來我還是很堅持的 跟他講說 我就是會這樣做 然後呢 如果你自己覺得說 這個你喜歡住這個區域 留在這個房子 那不好意思 那將來剩餘的繼續貸款 就是這樣 你老後也要投 也要有那個收入 對 那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就是我的想法 因為我後來本來想買房子 幾年前後來 我就覺得有點卡住 就是我就一個小孩 我買那麼多房子幹嘛 那現在因為人口比少 那你去買了一個說 要當包租譜 好像也不切實際 他的那個投資報酬率是不對的 但是我就轉換了一個方式 什麼方式就是說 雖然現在利率很低 訂存很低 但是我就把它轉換成 他就是一個 就是我不用去維修 我也不用去管房客 是不是就是租到一個 那個很問題的人 然後我就把那個 就是這一筆買房子的錢 我就整個就存在訂存 所以因為我過去也跟光臉 我真的受騙傷害太多了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敢 那我直到今年的五月 這個是我遇到的一個 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是股市的小白兔 然後我是就是很 酒茶 沒有 我是五月才剛第一次 我這麼大年紀 第一次開戶 那因為是旁邊的朋友 一直跟我講說 我後來你要去找一個 就是穩定的 比方金融股 還是說科技 什麼相關的 不管就是配息 配股是OK的 穩定 那他起伏就很像 那個心臟停止這樣 就沒什麼起伏的 那種比較安全的 那我最近就有一個 因為我買了一個電腦周邊的 那他配股配息很棒 他一支就可以配二點五 就等於一支股票 就是兩千五百塊 可以配兩千五百塊 可是問題 股價問題是股價多少 可是他填息大概四十四萬 一支大概四萬多塊 一張股票四萬多 對 一年配兩千多 那大概是五趴 然後他說五趴在 因為你要那個算是你個人中的所得 五力所得就個人中的所得 扣完應該也差不多四趴 差不多四趴 四趴正常OK 可是比銀行現在可能一趴不到 比銀行高 比銀行高 好 可是鄭大哥問題 我最近就很糾結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騙人的 因為為什麼就是他填完息之後 你說配給你兩千五 他就會降回來 就拿你的錢給你 那他就靠填權 可是問題 什麼時候才會填回來 結果我加掉錢 我覺得怎麼 我還賠錢 沒有填回去 沒有填回去 他現在貼息 你現在貼息 會啦 那如果他業績回來 他又填 填了你就很高興 所以大家是跟我講說 你怎麼那麼貪婪 沒有 對 因為我剛剛有講 因為我是股市就不懂 後來大家就跟我講說 你不能這樣想 你其實就是要放著 不要理他 你如果是配股配錢 就不用理他 不要每天去看 他怎麼又跌了 我又怎麼賠了幾千塊 對嘛 你是為了配那四趴五趴的殖利率 對 所以我就說我也是 就是有為了要規劃我的老年生活 很不錯 你有一個入門 好的入門 就慢慢看 就必須要 因為我現在五十幾歲 如果你碰到真命天子 你就不希望這麼辛苦了 從來沒有覺得 會有這個人出現 為什麼 因為沒有 其實光麗剛講的那個 我覺得很棒 你不管怎麼樣 你有餘力 你可以去愛你身邊的人 但是第一件是要把自己顧好 愛自己 這句話 其實有點抽象 有點芭樂 可是不會 怎麼講 就是說你如果所謂的愛自己 就是說你自己有沒有顧慮到 照顧好自己的心情 照顧好你自己的方方面面 因為通常其實像我們這種女生 就有一個毛病 你一旦陷入情感之後 你會忘了自己 然後你會什麼好的都給對方 什麼都只想到對方 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已經忘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 你忘了 必須要先愛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 那如果把這個放在前提 要找這個人 很難 那你看我常就開玩笑說 我只准你們來騙色 不能騙財喔 不能騙 不能騙財 這那個 這個條件已經 就已經擺在那邊 已經 你硬生生 就已經沒有人了 對 那更何況又年紀又更大 那個幾率是零 那簡單講就是其實根本沒有 這樣子的想 謙虛了 很多人不敢出手 真的嗎 那男生 男生五十接嗎 出不了手 可能有動性他不敢出手 男生有時候很膽怯 好 那光麗 因為紀律住安養中心 其實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年紀要比很大的時候 進安養中心 那在這之前住的房子 你有什麼樣的條件要求嗎 像我現在自己住的房子 是三樓半的 是獨棟的 然後就很大 這麼好的房子 對 對 所以呢如果說 進太好的房子 所以會長痔瘡 謝謝 那麼現在以我這個年齡 然後我的喜好 我的需求的話 我現在心目中的好房子 是鬧鐘取靜 滿眼綠疫 然後離醫院的車程 不要超過四十分鐘 附近最好有那個購物場 然後有很多的餐廳 讓我可以禮拜一到禮拜天 吃不同的餐廳 不會重複 哇 這在哪裡啊 有有有 士林科學院區 敦化南北路 應該怎麼講呢 在三年前吧 我去拜訪一個導演夫婦 他們住在林口 然後那個環境我非常喜歡 他的公共空間很大 有游泳池 然後他還有咖啡廳 圖書館 所有的朋友來拜訪他的時候 在那個很大的那個咖啡廳裡頭 然後可以聊天 平常你沒有事的時候 就可以在那邊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離場跟醫院也很近 然後三井也是在那附近 Outlet什麼的都很棒 但是唯一的就是 他的房間太小了 當然以我在想 我個人的話 應該是兩房一廳的房子 就夠用了 然後就打掃起來 省時省力 不像我現在住的房子 太累了 三層半 真的 複動 對啊 那找個男人來掃嗎 自己比較安全 一個人住三層半嗎 那你半夜有時候 我也不怕 因為我家裡是有保全的 所以我如果摔跤 或是出任何問題 我有一個按鈕 我一按的話 他們很快就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也要保護自己 就是要有個保全這樣子 這個光麗開的條件 還滿有趣的 二房一廳夠住 打掃簡單 離醫院近 有shopping mall 然後外食餐廳 可以七天不重複 還有附近不可以有學校 為什麼 交通不會很擁擠 然後不會很吵鬧 好房子是敬鐘取鬧 對不起 不是 敬鐘取鬧 是什麼 有人味 也對 其實這個也對 敬鐘取鬧要點人味 照住在菜市場邊不錯 所以我看到那個人味 聽到那個 真的 滿遠 綠藝 醫院近 餐廳多 這個好 這個好 對 方便 那這個蘇律師 假定光麗又遇到真命天使 那他想改遺囑 你會怎麼建議 我會建議他要跟他未來喜歡的另外一半 一起來做 男生也要做 女生也要做 因為這樣的話 你要才能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財產 有時候藉由寫遺囑的過程裡面 你要看 對方到底有什麼財產 還有他的心態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在寫的時候 一定要寫真實的 那要找遺囑執行人的話 建議還是找律師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說你擔心說他會沒有辦法照顧 你的這個想法的時候 那找一個律師來做遺囑執行人 搞不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他可以幫你安定很多事情 那他就只要 例如說 例如說你跟他都一樣 都寫這個遺囑了 那麼這時候 那以前想法 遺囑執行人就找你的男朋友就好 那他找你 可是我覺得到那個時候 如果有個專業的人來幫助你 做完後面的事情 那另外一半其實會比較安定的 那同時間他也是這樣做處理 但萬一他先走的時候 你也會比較安定的時候 這樣反而會比較好 而且裡面最好要寫說 證語要做公益的事情 而且也要讓他也能夠做公益 因為如果兩個人想法都是說 我們財產大部分都做公益的話 那其實會更合的 所以我會建議這兩個遺囑都要寫 然後這兩個遺囑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那麼還是可以 你們可以交換保管 你們可以交換保管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會變得比較說 你們兩個會比較 感覺上是目標是在一起的 OK 通過在一起 入圈會想要找個老伴嗎 或不排除嗎 沒有限制說一定不要 但是如果有機率 真的是很合的來價值觀生活 可以照顧 我覺得人生要這種開放性的思維 不要很頑固的說 我一定不要有人 我一定要 因為這樣者都會痛苦 一定要 不然你找不到辦 你一定不要辦 你就是孤老 自在就好 對 那你 因為我們在這個年紀 對健康的要求很高 你就怎麼運動 你就一直身材保持那麼好 我其實是真的都是 利用瑣碎的時間 譬如說我媽媽去針灸 可能就是要一個鐘頭 我就趕快利用那個鐘頭 我以前就是做一般的運動 可是我媽離來之後 我開始覺得重訓很重要 尤其年紀越大了 所以我開始做重訓 有空的時候做一些簡單的有氧 我從去年開始 我也開始去打羽毛球 羽毛球很累 騙斷 很激烈 對 因為它有一點有氧這樣 所以就 我覺得 大家都說很忙沒時間 其實你找那個時間的 零碎的 零碎的時間 其實你還是可以做到